要走日系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日系女生一个必杀技你知道是什么吗 日系的小姑娘都会假假的 是因为你这个人太简单白痴了 但是你会觉得她很可爱吗 我也很可爱 虽然我今天感到 但是我还会入去了 为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假假的女生 你快给我出去 吃冰了 大家好 我是SAH48李雨昕 欢迎大家收看上流社会 那现如今呢 二次元文化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特别是以90后以00后为止的群体 那么我们受着二次元文化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呢 无论是追星追剧追潮流 都是越来越喜欢日系的文化了 其实呢 今天我在这里是以主持人的身份 与大家见面 所以我请来了SAH48的三位成员 欢迎你们 嗨 嗨 大家好 我们都是 SAH48 嗨 大家好 我是张雨格 大家好 我是莫莫火海 大家好 我是萧莹 大家好 我是萧莹 李雨琪 你好 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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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什么要请你们来呢 就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日系文化的创意风格 因为在我看来嘛 你们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都喜欢过日系的创意风格 对不对 其实你们自己创意风格是什么 平时大家都是很偏爱日系的打翻 所以平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互相讨论这种事 而且其实我私底下也挺喜欢那种日系风格的 觉得特别的甜美可爱 适合我们 也不是你 那这样看来好像日系风格很有特点呢 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日系的风格呢 其实像我的话 因为自己是个动漫游戏宅 你们不觉得其实很多的服饰来说的话 其实动漫里面的服饰和现实中的日系的服饰 其实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 我是觉得就是日系的复古风格特别的可爱 然后就是它的就是蕾丝边的设计啊还有那种复杂的那种真假的设计 都非常的就是高贵和典雅 然后像那种十七的洛可守风格 是因为你这个人太简单白痴了 所以需要你这些复杂的来 对来增加你的内涵 提示你 对 Cone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童话故事嘛 就很向往那些小公主风 就比较说 你就是小公主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姐姐 然后就是 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很想穿一种蕾丝连衣裙啊 白色高筒袋啊 还有那种粉色的高跟鞋啊 就穿起来就觉得少女心爆棚 感觉这你们真的很专业呢 那我想问一下日系风格和韩系风格 你们该怎么区分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日系风格 第一个主流的印象应该就是 罗尼塔风那种很少女的卡哇伊 可爱 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蕾丝袜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的颜色 对有一些防水牌的一些叠色啊 颜色的话就比较偏向于什么马卡龙色 所以很少女很少女的颜色 然后呢我觉得韩系 反而就是比较简单大方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主要是黑白灰这样子 然后显得人很有气质 我觉得韩系的风格的话就是 它的衣服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就显得特别有的气场 而且日系的风格就是 你看起来就是那种鲜美可爱的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 颜色啊或者款式啊都是非常可爱的 嗯 很有亲和力的 那我觉得呢 其实要走日系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没有什么小细节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我觉得相比起韩系刚刚说的简洁来说的话 日系的风格更具有层次感 它在搭配上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多重的搭配 比如说你有时候穿一套长裙 可能你就会搭一个小的真挚的外套 或者选择一些长款的一些项链啊 这些来增加它的层次感 而且日式的装扮呢 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混搭 就是为了避免你这一套就是太过甜美 或者是太过中性 如果说你穿了一套就是很可爱的蕾丝小连衣裙啊 你可以搭配一个很硬性的牛仔外套 来就是让它中和一下 所以日系主宰就是甜美可爱嘛 所以就每个细节都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袜子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主意 因为你可以根据你裙子的长短 然后来搭配你每次的短袜 或者过期的长袜都会显得非常地可爱 大家真的都很有心得呢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穿搭的小技巧 或者是你们平常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知道这个牌子品牌 因为我们可以买同款 其实很多喜欢日系风格的女生都是比较小个子的 那小个子的话就很希望自己的腿长啊 所以在穿搭方面就会提升自己的腰线 就比如说会选择一些高腰的裤子 有一些高腰的搭配 比如说Tidal有一款南瓜裤就超级可爱 就是南瓜裤 然后它是高腰的 然后成成姐姐 就显得又可爱 但是你的腿又很长 所以平时还会选择一些比较高腰的一些绵衣裙啊 而且高的衣服很凸显身材哦 然后